大雨滂沱的深夜,一个白衣女人出现在了窗外 到底是妾女游魂还是猛鬼痴人 中卫在后面紧追不舍 白衣女人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一道闪电划过之后 几百座分钟赫然出现在了中卫的眼前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恐怖片《罗密欧点》 1972年越南战争期间 韩国指挥部收到了一条恐怖的信息 六个月前在二高地失踪的野驴小队的十几名士兵 通过电台发出了求救信号 铁中卫晚上带着一名手下出去娱乐 不成想被越南游击队给偷袭了 铁中卫的战斗经验非常的丰富 他一眼就看出走过来的这个女孩来着不善 于是毫不犹豫的就开了枪了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女孩的水桶里藏着一把VK47 死了一名韩国士兵 铁中卫自然是难辞其救 不过上级领导并没有马上处理他 而是命他带人前往二高地 寻找那十几名失踪的士兵算是将功不握 作战经验丰富的陈上士 被指派为铁中卫的助手 这帮人全都是从各个小队临时挑出来的 因此他们之间以前几乎都不认识 一切准备救虚之后 这帮人坐着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上岸之后他们还拍了张照片合影留年 这只名叫田鼠的小队 将前往一个名为罗密欧点的地区 展开搜寻工作 一帮人刚进入株林就遭到了越军的袭击 经过一场小规模的枪战 铁中卫用火箭筒把对方的距点给端了 大家伙过去一看都蒙圈了 因为袭击他们的其中一个人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而另外一个颜值颇高的女战士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在快要进入罗密欧点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块石碑 上面刻了一些诡异的蚊子 大致意思是 如果你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那么进入罗密欧点之后必将有去误会 不信邪的李下士一看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直接往石碑上撒了泡尿 以前当过入恋师这哥们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地 很可能有鬼魂在此触摸 第二天一早 浓雾散去之后 一幢破败的大楼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小队成员警惕的进入大楼 但里面空无一人 根本就没有野驴小队失踪的士兵 铁中卫在布置任务的时候 明明是九个人的田鼠小队 此时却多出了一个人 但这帮家伙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 据说罗密欧点这个地方 经常会有灵异事件发生 因此被越南人认为是进取 而他们必须在七天之内完成搜寻任务 随后小队分兵两路开始在附近搜寻 入恋师撒完尿一扭头 发现其他人全都不见了 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入恋师紧敢慢敢 终于看到前面有几名士兵 他追上去打招呼 但却没有一个人打理他 其中一名士兵的钢盔上写了几个字 众书等我 很快前面的那几名士兵隐藏在了草丛里 等入恋师站起身再找 发现那几名士兵已经消失不见了 当其他人找到入恋师的时候 发现这哥们已经彻底下蒙圈了 入恋师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 但没有一个人相信 他找遍了所有人的头盔 也没有看到众书等我的字样 不过入恋师的话 让吴上师非常的紧张 因为那个带着众书等我头盔的士兵 正是他们寻找的失踪士兵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 几名美国大兵神奇般的出现了 美国大兵说 他们通常每四天来这里检查一下电池 原来这幢大楼里有一个房间 是这帮美国士兵的据点 他们提醒铁中尉等人 千万不能进入这个房间 当听说铁中尉他们是来找人的 这些美国大兵都笑了 说很多法国士兵都在这里失踪了 而且并不是越南人干 在罗密尤点这个地方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生存 黑人上师认为 他们四天后再来 铁中尉这些人估计早就挂掉了 由于信号不好 田叔小队始终无法跟左幕联系上 不过华务员说 他曾收到过一名法国士兵发来的信号 这些法国士兵似乎就驻扎在附近 华务员把一部剪道的录音机给修好了 当这帮人正随着音乐跳舞的时候 录音机里突然传出了枪声和惨叫声 第二天的一早 小队中的一名士兵吊死在了楼门口 他们认为肯定有越军埋伏在附近 于是便设下了陷阱 但当大家聊起这位被吊死的士兵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记得这位士兵的存在 铁中尉把这件事向上级做了汇报 他们得知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信息 这位被吊死的士兵 正是他们这次要寻找的失踪士兵之一 入练师的记性比较好 他记得在码头准备出发的时候 他们小队一共就九个人 被吊死的那个士兵 是在他们上岸之后才出现的 也就是那个给他们拍照片的人 第三天的晚上 外面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 铁中尉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个白衣女子突然出现了 铁中尉跟着白衣女子来到荒草地 一道闪电划过 几百块墓碑突然从地下升起 铁中尉一看 全是那些失踪的法国士兵 这下可把他吓坏了 因为之前华物员曾说 收到过这些法国士兵的求救信号 而此时摄影师吴上士 也遭遇了离奇的一幕 之前那位头盔上写着 众书等我字样的失踪士兵突然出现了 众书是这位士兵的女儿 本来他买了一台照相机 准备打完仗送给女儿的 但后来被摄影师吴上士给偷走了 吴上士知道对方是来讨债的 吓得没头就跑 最后一不留神 中了自己设下的陷阱一命呜呼了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这个罗米有点 其实就是个有来无回的鬼域 第四天的早上 田书小队分兵两路继续搜寻 他们的任务是 找到那个给总部发信号的花园 既然是真的有鬼 那么这帮人再怎么忙活也是白扯 铁中尉带着厨师和新兵弹子 正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个棚子 他们进去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里面的几个美国大兵 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而这几个人 前两天他们才刚见过面 陈上士带着另一队来到了竹林附近 这哥们也不知道哪根筋部队 一个人走进了竹林 这一去就像王八掉进了大坟坑 瞬间就无影无踪了 四名队员找不到陈上士 只好趟着河往回走 这时候入殿师突然看到 从河底附上来一大片尸体 而这些尸体正是他们苦苦寻找到 失踪的野驴小队的士兵 陈上士进入竹林之后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掉进了一个山洞里 当他正四处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失踪的野驴小队花员的声音 他拿着手电筒走过去一看 发现花员早就挂掉 入殿师这哥们可能天生就是招魂的体质 他总觉得有不干净的东西在跟着他们 这时候 铁中卫刚好带着厨师和新名弹子过来 由于过于的紧张 入殿师一不留神就把厨师给误杀了 回到大楼里之后 铁中卫想起了美国大兵放东西的那个房间 踹开门进去一看 发现里面到处都是陈佛蜘蛛网 这说明前几天美国大兵根本就没有来过 第五天的晚上 铁中卫向总部汇报 要求马上派一下直升机接他们回去 但由于晚上有大雾 直升机最早也在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 这时候陈上师突然回来了 手里还拎着野驴小队的电台和华物园的人头 由于怀疑陈上师被鬼魂赋了身 铁中卫举起了枪 问陈上师的姓名军衔以及编号 虽然陈上师都答对了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被鬼魂控制了意识的陈上师 一刀就把探生怕死的小嫖给砍死了 其他人一看 急忙开枪把陈上师打成了马蜂窝 此时屋里除了铁中卫还算清醒 其他几位的意识都有点迷糊了 鬼魂首先控制了华物园的意识 铁中卫一看情况不对 砰砰几枪就把华物园给撂倒了 但此时华物园已经拽掉了手雷上的隐气 随着轰隆一声 新兵弹子的眼睛就被炸瞎了 然后入炼师也被鬼魂给蛊惑了 开枪打死了往石碑上撒尿的哥们 铁中卫演技手快 叮铃光当就把入炼师给毙了 现在可好 就剩下铁中卫和新兵弹子两个人了 这时候白衣女人再次出现了 并且向铁中卫步步逼近 铁中卫情急之下 让啥也看不见的新兵弹子拿起枪 朝他出的地方开枪 企图把白衣女人给干掉 但这白衣女人明显就是个女鬼了 除了林正英 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够杀死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随着新兵弹子的开火 铁中卫当场就被打成筛子 而这个白衣女人其实也不是外人 她正是刚开始被铁中卫打死了 那个女孩和战壕里的女战士的化身 或者更准确的说 是在这场战争中 所有无辜死去的越南老百姓的化身 转过天 直升机把唯一的幸存者新兵弹子给接走了 但其他八个人的尸体却离奇的消失了 而那些布满尘土的电台 依然向外界发送了求救信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地球是个大家庭 百姓要的是和平 各家好好过日子 不要打仗行不行